接着在带您关心两年前0206的强震当中 造成花莲多处的桥梁受损 其中在花莲市的上志桥更是出现桥面军裂 伸缩缝扩张位移等灾损 那么从去年12月开始是封桥施工 而经过7个月的工程时间 终于在30号的上午提前完工顺利通车 工程人员测开桥前围离 指挥车辆一续通过 花莲市上志桥从去年12月1号开始做封桥整修 历经7个月的施工 终于在30号上午正式通车 让花莲市提前告别交通黑暗期 那上志桥在整个修复阶段的部分 那也比原本的一个预定完成工期8月18号还要提早了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桥底下的一个修缮 那我们是以行人通车为优先 那当然通车之前一定有一些安全检测 必须要通过这些安全检测 看似普通的桥梁整修工程 其实暗藏了许多不容易 由于上志桥的历史相当悠久 甚至连当初的设计图都找不到了 所以工程单位在维修上 就必须仰赖科技一一排除困难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的工法就是用重型支撑架 将我们每一垮的桥梁 它每一垮都有那个7到9根梁 大概有将近1000多吨的这样的一个重量 用每个可以支撑200吨的16组的千斤顶 将它做一个顶身 那这个最重要的技术 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技术上的需要 就是它要怎么精准的把桥梁 移到它那个就是最适合的位置 为了安全起见 上志桥在通车前也做了桥梁载重测试 利用两辆载有怪手和继有69公吨的拖板车 来确保桥梁的承载能力 施工所表示 虽然目前还有农滨桥需要修复 但上志桥通车后 希望能大幅疏解市区及美轮地区的交通车流 记者徐黎晴欢迎视报导